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华语之门 赏天下其真 经过一周的等待 今天的健保之旅 马上就要开始了 六个珍宝台 虚伪以待 能够登上珍宝台 是有很严格的标准的 需要四位专家同时通过 同时还有三个标准 那就是文化价值 它的市场价值和存世量 究竟哪些珍宝人的藏品 能够登上珍宝台呢 我们特别地期待 有请第一位珍宝人上场 大家晚上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哎哟 很漂亮啊 在说您的藏品之前 先说说您吧 我从江苏来 我替朋友来的 朋友请了一件送子观音 送子观音啊 对 这是送子观音吗 也不知道 事情是这样子 我朋友没能来 总说呢 家里这两天应该不愉快 结婚两年了 然后小孩没有 其实他老公小的 那就是请一点观音吧 意思就是保平安 就是早生贵子 就这样子 那请回来之后生孩子了吗 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啊 对 他让您来 让我们的专家看什么呢 我一个是看一下 就是年代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比如说 看专家是否能够帮忙 接接地气 接地气 接地气 我们专家不管生孩子的问题 是 是 孩子求一个平安嘛 求一个平安啊 对对对 就让我们的专家先看一看啊 好 对 来 邀请 好 专家好 这位朋友 你知道 你知道你的朋友 为什么没有小孩吗 这个还不太知道 不太清楚 可能有一个原因 怎么着 他拜错妙门了 因为这个呢 不是宋子观音 而是什么 麻姑献寿 嗨 拜错妙门了 谢谢 谢谢 不过这个呢 你还有将来等老人家作寿的时候 哎 或者你老母亲作寿的时候 对 你把它送给你老母亲 那老娘就是谁啊 就是 西王圣母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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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瓷塑 我们叫它瓷塑 这白瓷 什么窑口的 知道吗 应该也是德化窑吧 哎 对了 德化窑 你知道德化在哪吗 福建吧 应该是福建 对 福建的德化窑啊 它是迄今为止 我们发现的 做瓷塑 最好的瓷土 和最好的雕琢 的这种产地 这个明代有一个瓷塑大师 叫何朝宗 对 它最得意的是什么呢 叫做人的脸 人的手 还有指 他说这个指啊 一定要做得像笋尖 面部一定要像玉 脚趾头 一定要像吃桑叶的蝉 哎 叫蝉指 这都是非常关键的 只有德化窑 他能用这样的瓷土 做出这样的一种 传神的作品 当年乾隆皇帝啊 他就专门到德化去 要把那个两百年以上的 使徒做的那个观音 和佛像 请到大内去 你看看你这个麻菇啊 和这个小鹿 做的是威威传神 从它的造型和右水来看呢 它还不是明代的象牙白 或者是葱根白都达不到 它右水比较薄 虽然雕刻非常传神 但是它的时代呢 应该是属于清晚期 到民国早期的 这样一个人物词索 非常好 非常难得 我们翻了一下近年来的 这个德化瓷的瓷索的拍卖标准 给这个牌瓷 一个合理的价格 人民币15万元 哦 高开 哦 谢谢 谢谢 我把它推荐到珍宝台上去 余老师推荐了 但是我们的珍宝台呢 是一票否决至 四位专家老师 全部都要亮灯之后 才能够登上第一个珍宝台 现在呢 十秒钟的时间 请各位专家合意 商量一下 好 时间到了 十秒钟的时间已经到了 你这件藏品 能不能登上珍宝台呢 你觉得 这个要靠专家的了 看看一票否决至 有没有专家不同意 好 请作为专家亮灯 恭喜 我们华语之门的收藏文化活动信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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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华语之门呢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官方网站了 名字叫卫视文化乐园 现在呢您可以拿起手机 扫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就有机会呢 获得更多我们华语之门的收藏文化活动信息 有请下一位吃饱人上场 哇 好漂亮的吃饱人啊 欢迎 学人好 各位老师大家好 哎呀 这吃饱人一上场 让我们眼前一亮啊 美女 谢谢 而且年龄不大哈 对 还在上大学 但是我发现您特别喜欢玉吧 对对对对 我最常挂的 是 因为我父亲喜欢这些东西 然后就慢慢地引导着我和我妈妈 也喜欢收藏这些东西 就像我今天带来的这个东西 就是我自己编的 我的东西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底下的挂坠 这个呢是我和妈妈无意间逃换到的 我们只是因为喜欢它的气形 觉得它好看 上面的东西才是爸爸的藏品 这个是什么 我看上面还有字啊 这个应该是猪杀 上面刻的是班若波罗蜜多心经 人家都说中国文化有上下几千年 主要就是玉文化 我希望能从我这些东西里面 去得到一些知识 那我去让玉老师帮你看一看 有请你 你拿着两件东西呢都是赘事 我们来先看你这一个 这个龙的气形啊 是很典型的战国的角丝龙的气形 这个沁色呢也是这么个沁法 至于到咱们这个是不是呢 来仔细看一下啊 这个沁呢好像是浅浅的浮在一层 没有深入基礼 这种沁呢就是一些仿骨工艺品 会这样做法 而且呢它这个整个角丝龙的角丝的纹路 有点肉质有点肉质 有点太缓了 就在战国时期啊 别看是卓裕工具相对来说落后纯手工的 但是角丝的那个边缘是看着非常利索干净的 有力度的很 就这个啊 咱们这啊只能说一个仿骨工艺品 材質啊有点像那个昆仑亮 这个你知道 朱砂刚才你说了朱砂座的这个心经 你刚才啊念错一个字 你说斑若波罗蜜 那个字念波 波若波罗蜜 好谢谢 上面这是一组玛瑙 中间这种小的呢 通常说的叫西周玛瑙 西周玛瑙的特有的打击孔 这上没有这种打击孔的痕迹 我们来看这几个带灰皮的 这种灰皮呢 明显的是用墙茧来着色的 但是有一点 你这个朱砂和你这个主玉配中间这个连接的地方 这个虽然很小 材质知道是什么吗 梅晶石是吗 对 你这个是一件很开门的梅晶石的一个创世 什么时期呢 下家店晚期 也就是相当于上晚期的一个时期 上晚期到现在多少年了 接近四千年 三千五百年到四千年 对对对 所以啊你这里边呢 还是有真的的 那像那个梅晶石的价值有多少呢 这个价值不高 谢谢您受教 其实刚才我已经说了哈 就是其他的东西如果是公益品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去看去把玩 但是唯独有欲 就像刚才我们月老师说 有的是用强碱 或者是强酸泡 对 接受带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对 好的 谢谢 谢谢你 再见 再见 收藏呢是需要不断地学习的 为了提高您的眼力和赚品学援 我们河南卫视呢 专门举办了华语之门的 御剑大学堂 报名电话呢就在屏幕下方 我们等着您 您好 各位老师好 各位老师好 您好 山东大汉有奇招 猪圈里竟然也能逃到宝 秀品竟被用来垫猪脚 幸好还没什么味 吃饱人费尽口舌 才经秀品抢救到 是吃饱人慧眼时钟 还是有眼无物 它是不是老的呀 这件东西收了多长时间呢 我收了有两年吧 那它是不是老的呀 这个我反正看着有点念头就都 那大约是什么时候有个估计吗 我看着好像是清末民国吧 哦 清末民国 行 这件东西啊 做一件绣品来说 应该是不错的 它绣的针灸啊 是非常细密的 像这种风格呢 因为山东地区啊 地处于什么 往上是精绣 往这个西边是便绣 往下边江苏 那是苏绣 这个山东地区的很多绣品啊 具有彩重之长啊 来啊 形成自己的地方风格的 这样的一些绣品 我自己个人感觉 山东地区的绣品 虽然呢 跟四大名秀啊 不一定并驾齐驱 但是 确实有自己的地方风格 你这件 就是当中的 保存比较好的作品之一 它个比较大 内容是什么呢 是麻姑献兽 它这个肩上呢 带着一个药厨 药厨里边啊 有陶 有佛手 还有石榴 这都是象征什么 长寿多子多孙的 这样的含义 其实啊 麻姑啊 神宗广大 还有一种说法 叫女才神 而这件东西呢 保存的非常完整 几乎它绣的东西啊 一点跳丝没有 东西呢 很不错 应该一口断定 它是清代晚期的 眼力不错呀你 根据这个目测呢 它的这个长度啊 相对来讲啊 比较大 又保存这么完整 所以专家团呢 根据市场 以及啊 一些有关秀品的 拍卖的情况 给做出了一个估价 是六万元人民币 你是山东人 我也是山东人 加上你这个藏品不错 所以呢 我推荐你这件东西 放在第二个珍宝台上 谢谢大家 老乡见老乡 两眼力汪汪 它是有一定的感情成分 在里面的 对对对 但是究竟能不能上珍宝台呢 我们先问问 这边的观众 你们觉得能不能上 有 你们觉得呢 有 都说能上 但是我们的珍宝台 是一票否决至 四位专家老师 只要有一位不亮灯 他就登不上珍宝台 接下来 十秒钟的时间 各位专家合一 商量一下 好 时间到 紧张吗 不紧张 反正漏已经点了 对不对 能不能登上珍宝台呢 请各位专家老师 亮灯 亮灯 亮灯结束了吗 还真有一位 黄老师 您不亮灯的理由是什么 我觉得王老师重感情 这一点很好 但是嘛 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呢 因为绣品是手工绣的 它毕竟是属于民间的 风俗的这样的一个物件 所以它还不能直接跟文物 或者跟艺术品划等号 我觉得举贤不必亲啊 我不管它煽动人不煽动人 我看这个东西非常好 它的年代毕竟不太久远 毕竟是晚清的 还有一点 我们海选后 见过这样的东西是比较多的 我觉得应该把珍宝台 让给更好的产品 因为我们现在能够登上珍宝台呢 有三个标准 第一个就是它的文化价值 第二是它的市场价值 还有它的存世量 那个等号怎么说 等号怎么看呢 中共提一句话 毕竟变观是什么时候 还是咱中国的一脉文化 是 串通文化 好 那我们就恭喜你吧 谢谢 我们华裔之门呢 即将走进美国和加拿大的 系列活动 我们邀请电视机前的您呢 和我们的专家 一起到美国纽约呢 去观摩苏富比和加仕德的秋拍活动 同时呢我们还即将走进 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温哥华 两座城市 进行一系列的文化交流活动 那么具体的活动信息呢 您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来了解 您好 您好 我看到你我特高兴你知道吧 我觉得您长得特别像我叔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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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美女主持 嗯 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到拍卖场那个工笔 这个都没人举牌 就是没人拍 我看好了这一副那个路易飞的 一个花卉草丛 嗯 非常好到拍场一举牌没人印 哎呀 心里有点打不准 是不是东西是假的 听说啊 现在有那种高级的那种印刷品 我们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而且我们一再地强调这个拍卖现场 是不保真的 对 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讲呢 今天叫王老师来指导指导 嗯 您拍这幅画花了多少钱 嗯 二十多万 希望您能成功 好不好 谢谢 来有请 就现在有一种高级的 用电脑破墨进行复制的这个印刷 特别是工笔画做得很像很像 所以造成一种什么原因呢 在拍卖场的很多实际上很好的画 像工笔类的这些作品啊 市值很高 拍卖价却不高 所以这就叫简陋 嗯 那关键还是看是真还是假 印刷品 它无论怎么印 肯定跟真剑还是有距离的 第一个方面我先说 它这个画 它特点是什么 墨古画 就是路易飞是从这个 清代韵南田的那个计法里 借鉴过来的 那么墨古画呢 就是用小写意的方法 画在这个俗轩上 然后直接用色彩或者墨 来进行撞物 它不通过勾线来表现对象的 是不是路易飞画的 那么主要看这个用笔 它真剑的用笔是一笔接一笔 而且充满的水分 可以感觉到水分的一种肾化 还有两种色调混合在一起的一种 晕开的那种效果 那么印刷的它因为是用油彩印的 它肯定是水的感觉不会那么充分 一定是有一种油腻腻的感觉 多多少少都能感觉出来 还有一点如果是真笔的话 它有一种毛跟色的效果 如果是印刷品的话 它一定是比较偏光 那么我这样眼睛看下来的 这张画的 它很多地方都是感觉湿漉漉的 感觉好像是昨天刚刚画的 你看石头的部分 还有这个凤青草这个叶子的部分 很多地方都是有那个水质的效果 还有一点它这个技法非常娴熟 画这个叶子的笔式感觉 笔的质感都能体现出来 如果是印刷的话 它会削落这种感觉 还有一点很突出 它这张画的质的非常有神采 精气层都在 如果是印刷的话 这也是会蒙了一层东西了 这就没有那么神采 它是真品的特点 下面我再说一下 就是印刷跟非印刷 窍门从哪里看 这里面有四个图钉的痕迹 你没发现 对对 因为图钉的这个绣迹都在 同时图钉的中间有个洞 这个印刷是绝无可能做出来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判断对了 好 谢谢 恭喜你吧 恭喜你 恭喜你 那么路易飞的作品 正常的拍卖均价 像这样的工笔画的 一般在每平方值15万这个价位 那么这件作品应该是 两平方半以上了 所以我们觉得 它的合理价位在35万 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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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黄老师 我要向大家隆重推荐 他足以登上我们的正宝台 四位专家老师 现在有10秒钟的合议时间 请合议 商量一下 时间到 你们觉得能不能登真板牌啊 全场都说能了 所以要看看四位老师的意见 请亮灯 好 恭喜 恭喜 您的藏品今天登上了第二个珍宝台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朋友们 您现在可以拿起手机 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关注华语之门的官方微信 和手机客户端 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官网上的 我要上华语和珍品征集令 华语之门的专家会陪伴着您 在您的收藏之路上 我想为您指点迷津 并且祝您马到成功 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来自山西 主要是喜欢瓷器 前几期呢就是我来过两次 都登上咱们华语之门的珍宝台了 那您的眼力应该也是不错的 只能说是喜欢吧 那您今天拿来的也是瓷器吗 对 这是怎么得来的 收藏圈里的一个朋友吧 前几年从日本买回来的 然后就是他转让给我了 很多朋友都是从日本买回来的东西 但是很多都是大假货呀 这个没有问题 上面是龙凤城祥 但是老师教过我 说这个龙如果是五只爪子的话 那就是官窑的 那四只的话那就是民窑的 这个也不一定 据我了解 官窑里面有五爪龙 也有四爪龙 也有三爪龙 是吗 五爪龙一般作为御用 但是四爪龙一般来说 应该是亲王用的 你认为它是官窑 我是这样认为的 就让我们的专家先看一看 好的 你说了官窑里面也有四爪龙 对 我反过来问你 民窑里面能不能有五爪龙 可以 不可以 在明清时代 民窑绝对不能五爪龙 要杀头的 这是一点 第二点咱们看一下豆彩 对 首先说色彩很艳丽 你刚才叫龙凤城祥 是吧 对的 但是还有一个叫法 叫龙凤穿花 因为它周围画了大概有六种花 从彩露 墨色 羞胎 提款 咱们看起来 离官窑还差一点点 清中期的 这么一个豆彩民窑的女盘子 人民币四万元 好好好 民窑当中的津贴 好的 谢谢 谢谢您来《华语之门》 大家晚上好 您好 您好 我看您特别地眼熟 我是《华语之门》的老观众 而且也站在这个舞台上过 是啊 那您这次拿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班纸 翡翠的 还有一个翡翠的领馆 这个班纸呢 我们都知道是清代贝勒爷的三件宝之一 是 那领馆呢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领馆就是你像是翡翠的领馆 一般是纹三品之上 才可以佩戴的 顶戴花铃对吧 对对对对 我知道您也是一个老藏家了 这个眼力非常的高 不敢 您脖子上戴的 包括您手上这一串 哎呀真漂亮 我觉得您在周藏的这个藏品当中 没有不好的 但是今天为什么又来了呢 假期嘛 出来旅游 这是前两天在咱文化市场 刚刚买来的 您不是专门为了海选买的这东西 差不多 因为我从家里出来没的藏品嘛 哎呀 这真的是我们 华逸出盆的重视粉丝了 但这个花了您多少银子呀 15万8 158 要我发 嗯 这个翡翠底子细 水头也可以 嗯 主要是颜色漂亮 正阳绿 是 这说不定皇上都戴过 虽然他气情小嘛 但是呢 他档次高 档次到底高不高 来拿去让易老师看一看 好嘞 过去啊 几千年来是玉文化 从清代呢 大家开始普遍呢 喜欢翡翠 是因为慈禧老婆也喜欢 它区别于我们和田玉 最大的特征啊 是它的色号 它有绿色 所以啊 绿色的大小 是跟它的翡翠的价值 是紧密关联的 我们看这个领管啊 从形质上 有清早中晚期 什么特征呢 就是领管的卡头部分 越长 越细 越偏早 越是矮胖 越是偏碗 领管呢 用料啊 很典型的是清代的用料 底子特别白 而且飘的绿花 叫公正联名 清清白白 您这两个啊 很开门的 清代的班纸和领管 尤其是这个领管的 这一块 脆色又特别的大 而且色正阳率 这个班这儿啊 一看就知道 是一块料切下来的 嗯 那么这组东西呢 我们看了一下 传承有序 像这样一块料切下来 保存到今天 又不分家的 确实太难得了 太少见了 这一套的 对 所以啊 我给它的一个 呃 估价 18万元 恭喜恭喜 您算是买着了 太棒了 另外啊 我啊 推荐它上珍宝台 那现在呢 10秒钟的合一时间 因为我们的珍宝台 现在的规则 大家都已经清楚了 一票否决至 虽然它的价值呢 是18万 但是我们的专家 有可能否定它 登不上珍宝台 我们接下来 就10秒钟的时间 请专家合一 好 请亮灯 请亮灯 好 好 好 恭喜 恭喜 您的这两件产品呢 可以登上我们的珍宝台 祝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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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手上带这串东西 太好了 我们来来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 好的 这是一个西州玛瑙珠子 我们知道周里对我们人的行为 举止各方面的规范是非常严格的 跟这种制度相配套的呢 我们有专门的一种玉祖配 祖配当中啊除了玉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配饰 就是这种玛瑙 这种西州的红玛瑙珠子 有几种 第一是算盘珠形 像我们打的算盘一样 它是两侧对膜打孔 最后在中间打穿 还有一种呢 腰骨形的 那是对打孔 两侧往中间打 很大的特征呢 它的眼孔的孔膜道 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光滑 还有一种啊 就是这里面最多的 像这种柱状的 航话里面称之为要打击孔 是一侧打孔 快要打穿的时候 啪 敲一下 把它另外一侧敲穿 所以它的孔道一侧大一侧小 一侧孔道整齐光滑 一侧孔道有明显的 洞穿那个凹陷 这个是鉴定西州玛瑙不同的 研磨方式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鉴定特征 我看了看这位藏友的这些东西 这个西州玛瑙中间 这几个金的隔珠 是很典型的 战国的金皮包卷做的金的隔珠 是您自己穿上的吗 是 太厉害了 自己配起来的 这是一串非常好的 全品像的西州玛瑙 配战国金珠式 我看到之后很激动 这么完整的磕磕红 按现在的一些拍卖行情的参考 它的价格应该是15万元 还有啊 我照样把它的 我们这个忠实观众的第二件藏品 推荐到咱们的珍宝台上 看看其他几位老师的意见 您这次旅游真的是赚着了 不仅仅捡了个漏 然后呢 这次来到我们 《华谊之文》的舞台上 说不定 两个珍宝台都是你的 所以说最美的风景 就是在收藏的路上 好 究竟能不能上珍宝台呢 还是要听四位专家老师的 十秒钟的时间 请合议 时间到 请各位老师亮灯 意见很一致啊 选票通过 谢谢 朋友们 您现在看到的是 由东风日产冠名播出的 《华谊之门》 那我们的海选活动信息呢 您可以发送 《华谊之门》的手写字母 H.Y.Z.M.10669588200来获行 今天我们 不带皇帝喝酒了 你谁带来了 这么大呀 我真的没有见过 对 这个东西不是我的 是我父亲的 你带父亲来了 对对对 这个东西在你们家 待了多长时间了 差不多两三年了吧 当时买的时候十万块钱左右吧 这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听我不听说叫绝杯 你说这里面要是灌酒的话 能灌多少瓶啊 你今天带来一个这么大 这么大的绝杯 究竟对不对 我们还是要跟专家老师的 拍着谈 让我们的专家看一看 这哪是酒杯啊 这是煮糊涂变了一大锅啊 这个锅可是具型啊 可以称为天下第一青铜绝啊 如果是真的话 那显然应该列入国宝级文物 你觉得它是真的吗 说实话啊 我父亲买的时候我反对不 他这个人性格比较倔强 自己认定的事他一定要做 从事收藏呢 要么像这种收藏 是抓了一个大佛宝 要么是找到了一个大虾佛 咱们先看啊 这整个的啊 这件东西的文式造型啊 我拿的这个地方 这个种造型呢 是商代的文式特征 再看底下啊 那种缠缠缠缠 应该说带有西周的特点 所以在文式上啊 就显得有一点啊矛盾性 另外一个 它是用一个分铸法铸出来的 就是先铸出腿 绝身 再铸一个绝柱 然后又把它啊 凑在一起的 这怎么凑在一起的呢 是汗上的 这个绝柱的底端 还有一些麻麻喳喳的小汗点 应该是电汗汗上 从文式到工艺上 应该说是现代的一个啊 形体很大的这样一个绝碑 谢谢各位老婆 我回去之后怎么跟爸爸讲呢 实话实话呗 我觉得啊 你父亲呢 就缺乏很基本的这种知识 绝杯啊 在当时啊 是实用口 拿它要喝酒用的 这么大喝啊 拿都拿不动 别说装完酒了 对吧 谢谢您来 华语迪们 哈喽 主持人 小姐姐 你好 您慢点慢点啊 您拿这个瓷瓶 穿着高跟鞋 从那下面走来 是 我特别怕您摔跤啊 小心一些 谢谢 先来介绍一下您自己 我是从那个地球那边 美国来的 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这是我在开卖行拍的 它起拍价才五百块美金 我拍到九百块 九百美金 一千多人民币 对 嗯 今天是专程而来的 尤其您走向专家席 这位女士啊 你什么叫洒蓝 能不能给大家说说 这个好像是 把这个又吹上去以后扫的 看来你懂得还不少 这个蓝色里面啊 这个洒蓝啊 从明代宣代年就有的这个蓝 这个蓝非常漂亮 但是这个蓝非常少 这个瓶呢 从形状来看呢 挺挺玉立 很挺滑 叫它观音尊 或者叫观音瓶 这是清代的一种制式 从它的胎和幼 整个比较薄 修足呢也比较粗一点 瓶子的肩部有一点滑伤 你从国外买来的时候呢 买得很便宜 我们经过专家团合议呢 给它一个合理的价格 人民币八万元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我还有一句话 叫等主子后客 疑惑必有一主啊 这叫词源 那我想呢 推荐上我们的震宝台 谢谢啊 李老师推荐你的这个 打蓝又品上震宝台 那接下来呢 就10秒钟的专家合议时间 来 李老师推荐之后了 直接就把灯给亮了 我急急忙忙就先按了 那还有三位老师 请亮灯 有一位老师不同意 拼的是眼力而玩的 是心跳 我问问岳老师 为什么不同意她登珍宝台 我想说两个原因 第一个既然她是雪花蓝 她的雪花啊 没表现出来 还有 有一道小小的划伤 见于此 我觉得 还是上不了震宝台 但是我觉得 她的个头这么大 放在桌子上 比余老师个头还要高 比我头高 确实如此 这件东西啊 在这个灑蓝的这种观音瓶里头 属于体型比较大的 厂上的这三位专家都站在你这一边了 嗯 哎呀 但是 我们的决定不可更改 嗯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 你把我们组国的真品的 从美国 又搬回来中国 非常荣幸 祝克 谢谢 再见 再见 谢谢 谢谢啊 余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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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你看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们《华语之门》即将走进 美国和加拿大的系列活动 我们邀请电视机前的您 和我们的专家 一起进行一系列的文化交流活动 河南电视台《华语之门》北美行即将起航 跨越太平洋找寻文化的足迹 领略美国纽约顶级艺术品拍卖 連内加拿大国家中文电视台 加拿大中国文化促进会 登陆两大名城 沃伦多奔哥华 集结艺术精品掀起收藏风暴 金球时节隆重推出 华语之门敬请期待 各位朋友大家好 您好 远远地看去 您这个大褂真漂亮 各位专家好 我们都知道这个原青发特别有名 这是什么年代的 我个人看我是套青代吧 您当时这个东西是怎么得来的呢 抵债抵过来的 是别人欠您的钱对吧 我先欠我的 欠多少啊 连本带率只有20万左右吧 那今天来是让我们的专家帮您断断袋 专家断断袋吧 因为朋友之间也有说民国的 有青代的 也有说明代的 我觉得看着挺漂亮的 你看上面还有包姜 余老师 就看您的了 好 来有请您走向余老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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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要变了 这就是颜色发贴 发艳 嘉靖年的罐呢 它是一种筒状的 那么和这个罐比起来 像不像呢 不像 所以把它排除掉 往前提 提到什么时候呢 宣德年 还有呢 正景天就是空白期 都有这种罐 宣德的龙它的特点是什么 叫开嘴 生蛇 到了黑暗期呢 它的龙是碧嘴 那你看看你这个龙是什么呢 碧嘴 第二个 宣德时候的江崖海水 它是属于这个佛手状 而我们这个罐上面的这个海浪是什么呢 一层一层的 我们把它叫做黄瓦式的 第三个咱们再看 宣德满身款 黑暗期的这个三个淘代 它没有款 那么这个大罐有没有款呢 没有 是 因此 我们用排除法 这么算下来 这是一个明早期 而且是空白期的一个 江崖海水龙文大罐 吴亿 我们专家组星座合议啊 根据现在这个 国内近几年的这个 可对空白期大罐拍卖价格 进行综合平衡 人民币160万元 真会吧 想到了吗 你啊 太把宝贝不当回事了 毫无疑问的推荐 上珍宝台 能不能上珍宝台 我们排除的是一票口绝致 那接下来十秒钟的时间 请四位专家老师合议一下 我们请各位专家老师亮灯 谢谢 专家 一路同坐 登场是宝台的话呢 可以获得有 谢谢您来华音师们 恭喜 大家好 你好 平常我见到有人带着保镖来的 但是保镖呢 一般都是比自己要高大壮的 您这两个保镖太小了吧 这是两个双胞胎儿子 双胞胎啊 今天跟着爸爸来 知道来这儿是干什么吗 来健保吧 健保啊 这个宝贝是什么你知道吗 佛 佛像啊 老爸来介绍一下吧 去年来过一次华音师们 没有登上珍宝台 经过这一年多的名利呢 又淘了两件宝贝 先请专家们给坚定一下 如果合适的话 再给人家付钱 多少钱 5万块钱 好 先让我们的专家看一看 走向专家席 你觉得它怎么样吧 从我心里来说 唯一不足道 就感觉到分量稍微有点 个头有点小 这个看一件东西啊 大小当然要看 除此之外呢 还要看什么呀 看奏型 看年头 看怎么着 它是多呀还是少 你说你这件东西 能找到什么时候 因为他跟我说的是挺好的 但是我是看到明朝 是明朝 而且呢 要是明前期 东西呢 确实是比较开门的 它原来啊 是有溜金的 而这个溜金呢 经过常年的擦鞋啊 除尘呢 它那个金呢 大部分都掉了 不仔细看呢 以为呢 它就是个铜的像 实际上是铜溜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什么呢 它的造型啊 从整体上看 属于什么呀 藏传佛教系的 具有科什米尔的 这个铜像的特点 所以它的年代呢 是比较早的 第三点就是这个底子 它这个底子啊 不是一般的明清时期啊 刀剁底 而是什么 包底 它是原装的 这个东西 却是实实在在的 老到了明代的早期 东西很好 所以专家团呢 经过合议 十万元人民币 好 好 谢谢啊 谢谢专家 谢谢专家 想不想上珍宝台啊 想 好 那我就推荐她 上珍宝台 朋友们都知道 我们的规则呢 是一票否决致 那要看我们四位 专家老师的意见 十秒钟的合议时间 有请 有请各位专家老师亮灯 好 好 谢谢专家 登上珍宝台的话 可以获得龙缩点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健保活动 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 如果能够登上珍宝台的产品 可以获得 由我们华语之门专家 亲笔鲜明的珍宝奖证书 同时还可以收入 在我们华语之门 中国民间珍宝档案当中 再次祝贺所有的珍宝人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